上回书说到夏九龄到了大爷雷燕的家 雷燕没在家 夏九龄一听这马亮骂他师父 夏九龄就急了 他高伤寒嚷纵身下房 这几个人出来就跟夏九龄动上手了 马俊呢打不过夏九龄 夏九龄给马俊揣一跟头 二爷雷普不干了 雷普把脸望下一沉满脸的怒气 好大胆的娃娃 来到我们家中竟敢伤我的朋友 你还敢说 你窝藏国家的药犯 这马俊马亮是贼 刺杀大人 你窝藏他们该当何罪 今天我是官人我来 就捉拿马俊捉拿马亮 你窝藏贼人 就得把你抓到公堂 你敢击捕吗 夏九龄还挺横 拴起链子手哗愣愣 奔着燕婆的脑瓜 顶就砸下来了 雷普一看真狠 望要一闪伸 伸出左手的啪 就把夏九龄 这两条链子给钻住了 同时 这右手掌就出来 照着夏九龄 肩头一拍啪 这一下扑通 就把夏九龄打了个跟头 雷普的能力 要被夏九龄打多了 他重身心过来 拿脚尖一点夏九龄的腰眼 捆 雷普过来 抹肩头龙儿背 寒烟覆水 就把夏九龄给捆上了 然后把链子朔 望身上一围 爹爹 您瞧 怎么处置 把他打到塔院 这马亮眼镯一转就过来了 哈哈 东队啊 这夏九龄 可不能往塔院里打 怎么了 怎不能打 他是官人哪 官人跟咱们是冰火不同颅 咱不杀他 他杀咱们 逮住 就得宰 这雷普啊 是个没主意 没见解的人 你想想 你要是把夏九龄杀了 他是官人 等官人要来找你 这马俊 跟马亮拔腿就跑 哪找他们去 可你呢 你们家躺着的地 站着的房子 住家有门 开铺有板 你是本村人你跑得了吗 雷普 糊涂就糊涂到这个地方了 嗯 他一想 马亮让他把夏九龄给杀了 不说 兄弟 宰他 倒是可以 不过大哥不在家 要宰我们家里宰人 让我哥哥知道了可不成 嘿哟 这马亮怕就怕得大爷雷烟 二弟呀 大哥要回来不就坏了吗 还能让咱们杀吗 咱们哥们可是英雄 能在这小小的官人面前栽这肝头 再说了 大爷要真回来 把他给放走 他带着官兵 到这一抄 咱们可都得吃官司 这叫放虎归山 忠诚好患 兄弟 你说我说的对还是不对 嗯 你说的也对 旁边可站着好几个家人呢 这些家人受大爷雷烟的熏陶 跟雷二爷不是一条心 这些家人也琢磨 人家这孩子 是上咱们家来的 可不是普通的孩子 是官人哪 从北京来的 二爷爷 马亮让您宰您就宰呀 您可真够糊涂的 可是这些家人谁敢说话呢 雷普是二庄主爷呀 说好了他听还好办 说了他不听 把脸一沉 滚 卷瓺瓶走人 咱们连犯折都没了 几个家人 唯命是从 不敢多说都瞧着二爷 嗯 二爷雷普往旁边一看 他也琢磨上来了 这些家人不过来 二爷也有点儿胡 马亮在旁边也看出来了 马亮就催 兄弟 听哥哥我的吧 没错 我什么时候给过你瞎马旗 家人心说 您现在就给某二爷瞎马旗 雷普终究是个浑人 行 哥哥你说的对 我不杀他 他杀咱们 来人哪 家人过来 伺候二庄主爷 大早把他给我剁了 家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有胆小的 可有胆大的 二庄主 大爷不在家 您让我们杀人 我们可不敢动手 怎么不敢呢 让你们宰我就宰 啊 这家是我的 大爷不在家 我就做主 马亮在旁边删封 兄弟 看见没有 就这些下人 奴起主 让他们杀人 他们不听 明天 让他们卷铺被滚蛋 这几个家人 心里着骂呀 信说马亮 你这老兔崽子 到我们家 这兴风作浪来了 你非要把我们 雷家弄得家破人亡啊 雷普 把眼睛一瞪 给我宰 二爷 跟您说实话 您就是让我们 卷铺被卷走 我们也不敢宰 人命一条 他是官人 得了 这刀给您 要宰 您自个儿动手 好 含火给记住了 雷普气哼哼 接过刀 一脚 扑通一声 就把说话的家人 踹了一楼滚 他举着刀 卖部来到九龄面前 小子 今天二爷 我宰了你 我不管什么 叫官人 不官人 宰 马亮还在旁边 家园呢 到这时候 夏九龄 誓死如归呀 信说 我干嘛来了 我是办案来了 我叫贼逮住了 杀了我 没关系 师父肯定会给我报仇 你们谁也跑不了 夏九龄低头不语 对雷普把刀一举 望他一顿 就在这时候 有人高声含嚷 二弟 打胆 这雷普不敢唠叨了 夏九龄 抬头视声音一看 优打见到这 走回一个白胡子老爷子 年轻古兮 长得双肩暴笼 中等身材 穿着米色的长衫 腰中杀着容神 河南愁的裤子 河南愁的汉衫 挽着袖口 福字旅鞋 白袜子 赤红脸台 白剪的骨小辫 皱纹堆蕾 精神百倍 来的正是大庄主 千里飞来 雷烟 这雷烟怎么回来了 雷大爷在菩提寺下棋 好几个旗友呢 一般的情况呢 下完旗就回来 可今天呢 多耽误一会儿 为什么呢 因为宝阔宝玉 两位师父接到请帖了 最近要到山西去一趟 所以呢 这几个旗友呢 不知道两位师父 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得了 咱们多杀几盆 吓着吓着 邓九公心里琢磨 不成 我得回家 我离开家可两天了 我跟雷大爷不一样 雷大爷是今儿来的 邓玉这孩子 还不知道怎么样了 我可就这么一儿子呀 我回去看看吧 不放心 儿子 宝刀手邓九公站起来了 雷先帝 你接着我这扳盘啊 跟二位高僧杀杀吧 我得回趟家 说完了 邓九公走了 这雷大爷接着下棋 吓着吓着 他也做吧 我哥哥回家 是怕儿子惹事 可我们这一家子 竟是惹事生非的种啊 二弟跟雷宝 就爱生事啊 想到这雷大爷也站起来了 二位高僧 我可不能奉陪了 家里有事 雷大爷告辞 也离开这菩提寺了 回家了 等走到自己家门口 就听见里边家人聊天 有一个家人就说了 咱们家呀 也不是招谁惹谁了 你说大爷怎么还不回来 哪有这么大的岁数 成天总往外边跑啊 要是大奶奶在家呀 准不让大爷出去 家里呀 都快出人命了 大爷呀 也不是知都不知道 你想想 这时候要杀了官人 这情同造反呢 什么 大爷雷烟怎么一听 可就接了 开门 哎呦 家人这高兴啊 赶紧把门开 给大爷您可回来了 大爷 您快到里边瞧瞧去吧 怎么了 大爷 一颗苗 偷偷一声 马亮跟他侄子 马俊来了 这马俊到了清源县 行刺厮杀 年耕摇年大人 都跑咱们家来了 他们把官人捉住了 还要把官人杀了 嘿 大爷雷烟一听 气大心肝肺呀 老爷子 腾腾腾往里走 顺着剑刀过去 正看见 二弟雷浦举刀杀人 二弟 你好大胆 哎呦 雷浦吓坏了 马亮也给吓晕了 马亮赶紧过来施礼吧 呵 哥哥您好 转领 又跟侄子马俊说 马俊呢 还不过来 给你雷大爷磕头吗 大爷雷烟 根本不理他们爷俩 用手一指兄弟 老二啊 你家里头 有什么仗势 啊 你怎么敢杀官人呢 小小的风云庄 雷家跟朝廷对抗 我告诉你 你知道他是官人 你还要杀 知法犯法呀 谁给你出的主意 出这主意 是为了你将来日益昌盛 还是要让你全家刨坟拘束 猎门九祖 老人家真急了 马亮过来解释吧 哥哥 不是这么当的事 我正要跟老二商量呢 我说呢 咱们陆林人跟官人兵探 不同颅 咱们要捉住了 就得宰他 我可不敢给老二出拙 老二乐意宰就宰 不乐意宰就别宰 雷大爷不理他 吩咐一声 来啊 把这位拆官先押到东方 捆在椅子上 不许慢带 有什么话 回头再说 家人就把夏九龄带走了 大爷雷彦看了看马尊 怎么着马贤侄 你可真是条汉子呀 在清源县行刺钦钛年大人 你既然有胆子刺杀钛 你就有胆子对付官人呢 啊 我们哥俩可没得胆子 可不敢把你这种人留在我们家 你们爷俩请吧 愣望出轰 马亮跟马俊心说我们现在要离开您这 到哪都有官人 只有官人不敢进您这啊 得嘞 雷大哥 您多原谅 我们爷俩上面差遣盖部有解 今天呢 是从您这路过 到府上来看望看望你们哥俩 哥哥 兄弟 我们爷俩明天就走 绝不多打扰一天 哎 雷烟哼了一声 这雷烟呢 是个有深沉的人 官胡到武林道了 大爷雷烟呢 也知道建山蓬莱岛的人不好惹 他清楚 这事啊 最好也不要弄僵了 既然马亮说出这样的话呢 也就适可而止了 好吧 既然只住一宿 那么就请休息去吧 转过头来 跟侄子说 雷宝啊 带你哥哥马军睡觉去 雷宝就把马军带走了 大爷雷烟 又跟兄弟说 老二啊 你在客厅等我 我安排马贤弟就去就寝 啊 回来 哥哥我跟你有话说 马贤弟请吧 大爷雷烟就跟着马亮 顺大墙往西走 从脚门出去 往后走 进了个院领门 来到一处花园式的客厅 大厅里灯火通明 隔身门开着 等这哥俩走进去 甭说马亮 连雷的也都乐了 因为雷大爷一说 今天在这住一宿 有什么话没再说 那好 他这话音刚一落 他家人就跑了 给准备去了 雷大爷为什么路 什么季节 盛夏 热呀 山山的都出海 雷家的家人是真像这马亮 怕他晚上冷 怕他朝凉 就在床上给他铺了三层羊毛毡 还有一张狗皮褥子 还有一张羊皮褥子 上头是棉布的褥子 人往上一躺 这些东西都把它埋上 旁边还搁了五床大被子 兄弟 看见没有 我们家的人 可真会照顾你呀 哥哥 要老这么照顾我 可真受不了 马亮新说损累 能这么老后 打算把我捂死啊 兄弟 躺下吧 我给你盖上 这么大岁数 晚上招了凉 也是麻烦的 哎 马亮只好一件一件的 把衣服都脱了 放到木凳子上躺下了 大爷一伸手啊 管闲事 把这背后拿过来的 一床背 两床背 给捂了三层背 兄弟 那年你在我们家住着 可就招凉了 今天多盖上点啊 马亮新说那回我来招凉 什么月份啊 那冬天 现在山扇子我还出汗呢 大爷 您放心 您走您的 我动不着 好啊 哈哈 我给你吹了灯 好好歇着吧 大爷说着话 把灯吹灭了 出去 反手把格子门拉上来 屋里边 嘿呀 武的马亮直出汗 遍体生惊 嘿 姓雷的 你对待朋友 就这么对待呀 有你好看 你瞪着 可他又怕雷烟在外头没走 他就假装打呼噜 一边打呼噜 一边把被子溜开 把衣服一件一件穿好了 听外边没动静 他闭会眼再一睁眼 屋里边东西 大概其能看出点来 有窗户 外边有月光 这马亮呢 一瞧前面有箱子 他就奔着箱子来了 伸手 就把箱子盖打开了 往里头一摸 两兆钱 掖起来了 旁边还有一箱子呢 掀起来了 一摸 里边还是两兆钱 一共四只箱子 八兆钱 他都揣起来了 人家这是压箱底的钱 马亮把钱带好了 轻轻一推门 到了院子里了 马亮一咬牙心说姓雷的 你这么对待我 我非叫你加倍 人亡不可 我到东夸院 把这下角龄给宰了 他是随行委员 钦台的官员呢 我看你姓雷的 你怎么逃这场官司 非让你刨坟巨树 灭门九族不可 这一颗苗 秃头意识马亮 拔腰蹭上房 蹿蹦跳跃 施展功夫 就到了东夸院的东房 下角龄了 让家人用绳子 把他的胳膊跟腿 都绑在椅子上了 动不了啊 再说屋里边一片漆黑 九龄心中难过 凭我下角龄的能耐 跟人家庄主动手 一个回合还没到 我就输了 我下角龄的能耐差得远 谁让我能耐不济呢 我死了不要紧 我给我师父丢人了 我师父是镇八方紫边昆仑侠 再说也没人救我呀 我们哥七个七条道 我是奔西北这条道来的 指望着几个师兄师弟 救我是不可能了 得了 谁让能耐不济呢 听之认之吧 下角龄把头一低 慢慢的他就忍着了 突然间一阵凉风 九龄醒了 睁眼一瞧 一颗苗 秃头意识 马亮 游打外边进来了 这老家伙 在梅花圈上 跟师弟无成动过手 他手黑心狠 刚才他就让雷普宰我 幸亏雷烟来了 维烟不让杀我 我没死在他手里 看起来马亮这小子 要嫁祸于人呢 他瞧着马亮 马亮低溜溜三角眼一转 迈不往前走 走在下九龄面前 下九龄一看 他是满脸的杀气 你要干什么 啊 嘿 哈哈哈哈 行下道 天堂有路 你不走 地狱无门之来头 今天姓马的马大爷 我要杀你 告诉你 你别看千里 飞来雷烟 武艺高强 他现在可救不了你呀 小子 下九龄 你在老太爷面前认倒没 你给我闭眼等死呗 这马亮说着话 一伸手 嗖 就把薛桶里的匕首亮出来了 往前一赶拨 这匕首直奔下九龄的胸膛 下九龄性命如何 下回再说 你不用拨 你不用拨 OK 我一定不会 entries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